新冠疫情在全球已经持续了三年 现在有专家认为在台湾 其实我们的新冠病毒也并没有完全停止 因为截至目前为止 国内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741万人 在世界排名是第18 而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呢 也已经超过了一万两千多人 在全世界排名是第59 因此有专家认为说 其实我们台湾可能是低感染低死亡的国家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新冠双高的国家 他提到说如果这样的情况没有改善的话 可能在年底又会再增加两百万例的确诊 甚至有可能会增加一千到三千人死亡 而这个三千人死亡其实并不只是数字而已 它背后带动的是可能是好几个家庭都会破碎 那现在呢可以知道是除了新冠之外 流感的病毒也是来势汹汹 那么根据统计在9月第二周 已经增加了50个病例 而且当中46例是属于A型流感 那么只有专家认为说 这一次流感其实是比以往11月的流感期 提前了两个月 而现在也出现了第一个死亡病例 是一名90岁住在长照中心的妇人 目前可以知道是他感染的这个病毒 是H3N2 而且现在就有专家认为说 如果像这样子 H3N2是一个非常快速传染的病毒 如果它出现的话 有可能就会是一个大流行的前照 而现在有医师提醒 现在如果这个状况没有改善的话 可能会超过400万人感染 而且对台湾有四项不利的可能 一个就是这个病毒太早到了 而且这个流行株是来到H3N2 而且面对我们现在国内 虽然是国门开放的情况 而且防疫也已经慢慢的批发 因此想要防范 防堵像这样子的流感病毒的话 除了打疫苗 也要戴好口罩 记得请洗手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新频道